我觉得活错太久了 要赶快打才行 对对对 要不然会无限期的一直停课 对我们非常的困扰 都说要跟病毒共存 但家里念国小的小朋友根本还没打疫苗 这让家长很着急 希望小朋友要打 这样子才可以让他们有一点防护力 我是希望说 当然是打 起码有一半可能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小孩 就是因为这几波疫情下来 校园群聚有相当高的比例 都是国小跟幼儿园 而且根据资料显示 5到11岁幼童没打疫苗的 有0.03%到0.22%的几率 导致重症或死亡 但打了疫苗能降低31%的染疫风险 也因此专家看法两极 副作用的未知数愿超于重症死亡风险 国际间的做法抱持开放态度 有些国家就是说 我们不建议 就是我们ACIP我们的专家群不建议 但是你要打我给你打 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不要打 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因为这还是利弊的问题 然而国内ACIP召集人李冰颖医师认为 美国儿童染疫死亡有900多例 比流感还严重 因此建议施打 先前ACIP倾向不打 现在看来态度有所转变 指挥中心也证实 目前食药署正在处理BNT莫德纳 针对11岁以下幼童的紧急授权 打与不打 接下来中央势必得给出更明确说法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